一般的自拍棒大概只有一个手臂长这么样子的距离 嫌它不够远吗 看看我手上这一只像鱼竿一样长的自拍棒 可以一口气拍到三层楼高的距离 一伸出去就有超过三公尺这么长的多轴自拍棒 挂上防水GoPro相机 在发明展上好神气 你看潜水的时候不是鱼 游过去那个鱼都跑掉了 那你这个东西的话 你看到鱼的时候伸过去 那个鱼都不会被你干扰 你就可以去照那个鱼 仔细一看怎么会有气球发出声音 原来球体上方安装压力 感测薄膜 敲击骨面时就会发出骨声 或者是摩罗等音效声 这套冲气室的就是 我们打下去它其实会有点晃嘛 对啊 其实跟真骨的状况也比较像 那需要的力道其实也比较接近 打真骨的那个力道 预计十月底上市的神奇骨 售价只有一般 学士骨的十分之一价格 大约两到三千块钱 现场烟雾弥漫大搞神秘感 原来是冰淇淋制作有绝招 以分子料理概念将原料加入 -196度的液态蛋急速降温 只要10分钟 就是一杯无添加人工香料的冰淇淋 跟一般冰淇淋差不多 这个感觉比较天然 口感就和超商双淇淋没两样 实际上找有餐厅引进液态蛋技术 冲高冰淇淋上机 三选学生领生台北祖道